第七場是 31800米 一組相當雲長,亦比較混亂的場合 我選了四隻小號碼 先說重心,4號的全民佳茲 上場轉倉後的第二場 在田草千八和德勝區亂了一輪 最後輸了 今次再做個谷集給賀債堯 很帥氣 聽聞對這場碼也很有信心 希望幫日轉倉碼儘快交代散令招牌 今場準備功夫做到足 賀債堯選騎,順利應該可以保重 2號的雙白旗 今季真的埋入修成旗 今次都特意等到適合路程才跑 千八都不找1650來跑 特意選到潘頓 上場也有整排馬衝 不是說衝得太順 有個馬嵐在前面 整排馬衝叫跑第九 但實際輸過多心位 最後直路沒有傳聞發揮過 最終尾是未能全力思維 今次特意找到潘頓 也有機會挑戰一隻四號傳聞皆知 5號的紅麗社 都一再有些突破 上場都是那一匹馬 一齊過終點 跑第三,那場是藍門 蘇少輝跑到19倍 今次又找到田泰安 這隻老馬 一再有些驚喜 特意找到田泰安 應該有三檔 希望沒有塞車 走這三位 賽前就已經找到田泰安來操 老馬近方對板也不太輕視 希望他再有突破 再加上一隻近方都銳的1號輕華 何宅堯舞劇 換彭國年 跑後追馬 期望他會像那隻快益線的表現 近兩場過來谷草 跑長途 千八那場是何宅堯 上場輸給那隻走掉的文武專棋 他追上來都很強 這次跟他換配備 套角眼罩 可能會著意 會主動翻車 我覺得他這個轉變 今季都佈入了黃金旗 但何宅堯 不騎就真的會秤低一點 馬好好的忍住 這場除了我選完這四隻之外 還有很多馬可以選 排不到的 又不可以滑死 好像七號是共創歡樂 蘇少輝再跑你 上場雖然輸遠一點 但是馬一路都保持著 過了的谷草 勁家家又是當起的馬 六號的超班復星 紫紫卓鋒又跑了 都很薄 所以可以選擇的馬都幾多 除了我踢完這四隻 起碼選擇的也有五六七隻 看看大家在臨場怎樣想